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我心里默默的 深情的 昨天我在群里面不是发了一个吗 我是用了一个那图标 第一个画了一个狗 第二个画了个太阳 对对 我们平常打电话 都是互相间都是来这个 但是今天到这来呢 首先是要比比阔 是吧 比阔 哎呦 我主要许葛辉来我拼了 为什么许葛辉来拼了呢 那天咱们台庆的时候 咱们不都穿 我们都穿婉装吗 然后许葛辉婉装外面穿了一个那个西装 我说哎呀 你今天这么的那个温婉 是吧 特婉约 然后特别文雅 特别端庄 结果好上台之前 把那个西装 啪一脱是个没凶 有 咱们看那照片 哎呀 大家看看我的奇人之福啊 看看我的奇人之福 你瞧瞧 瞧瞧 拉着一个 拉着一个 这一张我不是最感动 就是那张 嗯 就是你牵着我们俩 对反正有一张 我看着感动 对 然后 那张特别有那个 执子之手那样的 嗯 但是实际上这个 一走到后台 鲁玉就开始说 哎呀 许葛辉挺有心机的 一上横毯 把外套脱了 今天你怎么评价 没有 所以今天呢 这个我一来到 我这个 我一看鲁玉 我说脏了脏了 今天我没防住 后来我一来之后 我失手了 但我一来之后 文涛跟我讲就好 我有点后悔 他说主要是拼腿 的是吧 没错 我们这儿的女嘉宾 过去拼腿 您这儿来拼胸 你真是 我没有胸 越没什么越拼胸 哎对 鲁玉 这今天到这儿来了啊 咱们这个满足一下 咱们这个网友 我就拼把老脸啊 你要不爱回答呢 你就你就一口踹我脸上 你能不能在这正面 回应一下 你瘦的问题 我瘦怎么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社会各界呀 一直都在说 为什么这么瘦 我就挺瘦 那又怎么了呢 你没法再胖吗 我好像还 真是这么多年 就一直这样 你看我吃 你老说我不吃 这人最烦了 我所有不吃的谣言 都是来自于窦文涛 嗯 就是因为某一年 你是一个什么节目 你说我就吃什么七粒米 然后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 大家就觉得是不吃的 我为什么确实记得 咱们过去同吃同住的时候 在香港的时候 好像有一次 咱们仨是在说 说这鲁鱼 今天吃几粒饭呢 鲁鱼是吃的特别精致 就是那种细嚼慢咽 所以他 我们就当时就很夸张的说 说鲁鱼是数着米粒在吃饭 他的意思是我吃的慢 对 哦 对对 他吃菜吃的很多 对啊 你看这个谣言 一直传到现在啊 就是 所以今天必须得充当一下 谣言粉碎鸡的过程 对对对 粉碎 他那天说了 说不是七粒是二十一粒 对对 咱们就咱们台庆 所以各节目互相串门 我觉得我吃亏了 咱们那好故事 都在你那个鲁鱼有约里 昨天说了 今天说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故事还说得完吗 对啊 对啊 我们还many many to go呢 还要 那你说说 你说说 说什么 说点什么呀 那你今天不是特别希望大家那个 称赞一下你穿的衣服吗 没错 为了你们俩来 我穿了我最贵的一个衣服 哎 文涛某一个时刻会有一个巨型 嗯 他这个时刻 这时期的巨型就是 这是我最贵的一件衣服 嗯 你的每一件衣服都是你最贵的 的确是啊 这真的是最贵的 我一直压箱的底 头 平生这也是处女穿啊 你们俩来了 我头一回为了迎接你们穿上的 文涛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在那个衣服啊 这个最新计的时候 他不穿 对 他们把它买下来 以全价把它买下来 然后呢就一直等到人家打折了 等到一次打折 对 打到两折的时候 有钱就是任性 说的感觉你们还挺了解我啊 当然了 咱们来一个那个什么快速问答啊 嗯 我发现这个 对你们对我的了解程度 人家这个网友想测试一下 嗯 说这个文涛一般晚上几点睡觉 你睡眠 哎呦还真是了解我 真了解我啊 一个这么琢磨的人晚上能睡着觉是没有天理的 我你知道我到今天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 你能想象吗 72个小时 因为啊我过去一年呢就是靠着这个拿这个喝酒当安眠药啊 对对对 他从他从喝一杯可以睡着到喝两杯到三杯能够含睡 最后是醉倒的 对啊 我现在下 我和他住在一起 但是我知道他就 对我我现在下决心戒啊 戒了那就真的是目光灼灼啊 现在就晚上就瞎琢磨事呢 哎 我就说这个20年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 你们俩说说 意味着什么 但我改变挺大的 我觉得20年 如果说20年前想今天哈 那个时候我觉得活过40岁 都是一件挺挺无法就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嗯 就是40岁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起来 哇那得多遥远 那得多老了 但是现在哈 你知道我和我我女儿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妈妈还像青春美少女吗 其实是越活越没有年龄感 而且你看刚才咱们这个呃 在化妆间的时候哈 就说鲁玉要一个那个暖宝宝 嗯 对吧 我们俩就聊起来了 就说你看你现在有时候觉得手脚病 嗯 我一直手脚冰凉 对对对 哥辉就说说你看文涛 像我们这个生过孩子的他就不一样 就原来我也有手脚冰凉 嗯 他说自从我生了孩子之后 这个血脉畅通啊 手脚都热乎乎 真的啊 你看鲁玉 现在还是手脚冰凉 你们俩聊这么细致的问题啊 背着我 我我我为了为了在你之前 我就故意跑到文涛的化妆间画的看 哦 你看他这小心机对啊 在各种地方 对 其实20年对于每一个女人肯定意味着不同 但是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 只有一场战斗 那就是争夺文涛 好 咱们咱们可以看看当年 看能不能勾起你们点回忆的照片来啊 瞧瞧 这是我们历史上著名的 呃 鲁玉你当时为什么是这个眼神呢 这是因为经历过直播好几十个小时之后 人都目了 目光有点发直 这是好像是那个香港回归那次直播吧 我记得 香港回归 应该香港回归 从你们两个的发型看比较像 对 然后当时我记得是直播多少小时吗 60个小时 对 有这个 哦 这我记得 对对对 这是 这是我们两个走进西藏 走进西藏 中间那个孩子你看 对 从人家 人家父母那儿一把夺过 但是 所有人都说这 这特别像 特别和谐 真像 你再看下边 呦 这是什么 这什么 这想起来了 这有点那个什么宋美玲的范出来了 是吧 你再看下边 这是飞跃黄河 看到吗 飞跃黄河 这你们俩有点貌合神离的 对对对 为什么飞跃黄河咱俩没去啊 就你们俩 你看许国辉老师特别那个慈奖的看着你 对对 哎呀 真是 这是当年的金铜玉女 这一下子 不是你跟谁是金铜玉女呢 是跟他还是跟我呢 不是 我觉得真是就说是怎么说呢 日子过好了之后啊 咱们就不亲近了 但是你跟我不亲近了 过去我们的亲近啊 完全是因为凤凰的条件非常简陋造成的 你比如那个时候咱们去这个西藏 你没法不亲近啊 住的那都是几十块钱的招待所啊 你知道吗 对呀 而且那个去西藏的时候呢 是先要到成都 先过渡一下 在成都的时候 我和文涛那天特别的纠结 那个 因为我在跟文涛商量 我说 咱们是不是给凤凰省点钱 住在渡检房里 因为我们第二天早上好像六点多的飞机 就一共这一晚上大概睡不了三四个小时 我们说就这么短的时间 如果要是住两间房得花两笔钱 然后文涛就说 这合适吗 然后我们两个就真的特别纠结 说如果回去报销 报一间房的钱 人家会怎么想 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在为台里节省经费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我当时就想了想 我说他们难道真会觉得我们是为台里节省经费吗 但你当时心里想的 有没有想一点别的 有没有一点点别的 你心里 百分之一 你得多悲哀啊 你不用安慰 我连百分之一我都没 当时我都没有体会到 后来还有个事 晚上停电 你跟我讲过 晚上停电 然后你特别害怕 那是在西藏 那个时候就两间房 只能他一个女的住一间房 另外三个男的 我跟那个摄像导演 邵刚 还有什么陈勇 对 还夹床 三个人 三个男的 结果许葛辉非要凑来跟我们三个男的一块睡 半夜里又敲门 曝光停电 那个小客栈是没有锁的 那个门上是没有锁的 就是说谁一推门就进来了 所以他就抱这个枕头 我们自己带着枕头来的 就三男一女睡在一个房间里 那在成都那天晚上 你们俩后来同处一时 怎么过的那晚上呢 哎呀那天晚上激烈的 我都失忆了 好像 先去一下广告 将前三连行广告 之后见 昨个咱们在鲁豫有约那儿 我就说了 我说我跟你们俩 一个叫 我跟葛辉是共苦之情 跟这个鲁豫是同甘之情 还真是 他就有 刚才鲁豫就说 葛辉真是有这个大婆风范 大婆风范都是比较吃苦的 跟先生一起打拼 该吃的苦都吃了 然后当那个他稍微一成还没成呢 对 而且鲁豫一直到现在 都是咱们这豪门 我就说 哎 你就说昨天去你的节目 他们拍了那个微博 我们那个羌羌观众都说 文涛别哭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他说18年这羌羌 你们就在这个绿木这儿 路啊 说跑的人鲁豫有约那儿 鲁豫你就是凤凰的美军 你知道吗 我们这都是拔鹿军 你这个棚多好啊 你这是在凤凰大楼里面的棚 这个棚是很贵的 我们想租都是租不起的 你那都是实景啊 你们其实都没有我苦 最早拍名人的时候 那个当时呢 就比如说出个差 就不要说出国了 为了节省经费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们只有一部机器 只拍嘉宾 那我的怎么办呢 我还得提问 我还有反应镜头 等所有嘉宾的部分拍完了以后 我要重新来过 对着 把那个镜头再架到那边去 我再重说一遍 我得记着 我问过了什么问题 我做过了什么反应 包括了连笑我都得再演一遍 所以在凤凰的早期 我是演员来着 这太难了 真的 不 哥辉知道 今天还这样 你知道吗 现在不会了吧 我跟你说 我去替他跟这个凤凰这说 哥辉自己掏钱的 你知道吗 刚才 我觉得我这大婆呀 比我还穷 刚才来 就我们这给点车马费 哥辉颤颤巍巍 你们这还给钱 说他们那个名人面对面 连车马费都没有的 我们好像也没有车马费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嘉宾都是 这个很有社会地位的 他不需要 但是这个 有的时候人家的那个助理 什么什么化妆 人家总有些开销 但我们没有这笔经费 但我觉得这种苦其实还好 要说苦的话 我觉得我现想我最苦 就是坐早班车那时候 那种苦 那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对 鲁豫那个时候还算是 人鲁豫在业务上有贡献 好多年呢 叫做什么呢 他开创了一个叫说新闻 不是那我到桌内觉得什么 我觉得我特别牛的是 我能连续那么多年早起 那很恐怖 你知道吗 就这两天不是凤凰秘籍 在做20年的庆典吗 然后我妈妈还跟我说 她说我还记得一件事呢 我说什么呀 她说我记得那时候鲁豫 早晨大概四五点钟的时候 就给文涛打个电话 然后文涛鲁乎乎的就说 怎么了 鲁豫说没什么 我就告诉你我上班去了 对对对 这是没有发生过 就是香港农民的生活 没发生过吧 但是你想我妈妈都知道了 不知道被哪个大嘴又说出来了 这是发生过吗 我现在想起来 跟你们俩的有些事情 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是如在梦中 就人有时候这个记忆 它会重组 有的是我们当段子 当笑话说的 但是我就发现了 我就以为是真的 比如说那天晚上 我们俩究竟有没有睡在一个房 我觉得好像 就是进葬之前 我现在也有点 有点记不清了 但是就是那种激烈的思想斗争 我们两个在那使劲的商量 讨论 文涛还时不时的就 就下意识的摸摸那个小军胯 那个布包 因为那里装着我们所有的差旅盘缠 就是那些细节的动作 我甚至还能记得住 但是究竟我们两个最后 是在一间房里过的夜 还是两间 这个结果 还是太激烈了 失忆了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 还讲讲同甘 你脑子里回忆起来的 跟我有什么美好时分吗 咱们俩去出差的地方 咱们去了一次肯尼亚 对吧 对对对 腦门 我看见他这个脑门 我想起来了 的脑门 因为那个肯尼亚的那个 就是他是黑人 他的特点跟你一样 也是个大脑门 你记得吗 你说那艾利森是吗 艾利森 我能说吗 可以说 肯尼亚一个非常美艳的一个 肯尼亚电视台的女导演 就爱上了文涛 这不能说是爱上 就是爱上了 就是爱上了 不是我就发现这个英语 对我的英语老师是鲁裕 对吧 就是原来我们一起去美国 对吧 基本上我第一天好像还靠他 第二天我自己已经能够 就艾利森去了 但是又不理你了 实在受不了了 他从早到晚就盯着我 coconut juice 因为我到哪我也说不了英语 我就得跟着他 跟着他一直到半夜十二点 在我面前把门关上 还跟着我 就是说跟那个艾利森 在肯尼亚 他们在弄那个晚会 对 然后呢 我就跟这个 这个妇女呢 这位女 女士呢 每天在游泳池旁边 躺个那个躺椅 就躺着 你知道黑人 女孩的身材特别好 嗯 就是她是那种属于 要哪有哪的 我是晚到的 我一到那 我特别敏感的一个人嘛 我没有几秒钟 我就问那个高样 导演 我说文涛 我说这女孩 是不是喜欢问她啊 她说对 她不是喜欢 我发现啊 我有时候能碰见一些 世界各民族苦大仇深的 这个妇女了 她就开始 你像我这个英语 最后能跟她聊到什么程度啊 我说艾利森 为什么你的额头 有一道疤 有个疤吗 我都没有 英语疤是怎么说的 Scar Scar 那你怎么问的呢 当时 对 我就居然能够问出来 她可能是你的额头 我说 她们有一个Scar 然后 你的额头她都不会说 额头你会说 艾利森慢慢说啊 艾利森就是说 他们那儿好像是 可以找两个老婆的 知道 对 他们那儿可以找两个老婆 然后呢 她说她这个是曾经 被她的这个老公 对 后来聊到哪啊 她说她喜欢找个中国人 她不是说爱上我 她说喜欢找中国人 为什么 她就说我的上一位老公 把我从二层楼 还是三层楼的阳台上 扔下来 就是留下这么一个吧 咱们这个昨天在她这聊 我就发现有一点呢 就是说 呃 我们到后来啊 都变得很专业了 也就是说呢 老想把节目做好 嗯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最快乐的是 二十年前 嗯 那个时候呢 没想把节目做好 就是借着工作去玩的 嗯 我觉得有个特别大的不一样 因为你现在压力就很大 你比如鲁豫啊 做鲁豫有约有收视率啊 或者什么这么 观众喜不喜欢 咱们那个时候 说实在的 可能也没多少人看 因此去一个什么地儿 比如说你看咱俩说去西藏 嗯 这个节目拍成什么样 其实不大有所谓 它更重要的 就像是一帮青年男女 他就借个油头去玩 到了那儿啊 又会碰见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 哎 我觉得那个 那个感觉 为什么觉得是特别快乐啊 对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精细的专业分工 所以各种类型的节目 就火在一起 就就那么几个人嘛 所以文涛从新闻到娱乐 到这种这个行走式的 什么都做 我们也是拿到什么节目 就做什么节目 当时真的比较容易快乐 一说什么去个什么 像你们说去个西藏 然后咱俩说去个肯尼亚 就觉得特别兴奋 因为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 嗯 现在你去哪 你会想啊 要去那我这边节目怎么办 就是你快乐的 就变得很难 门槛就高了 对了 就怀念那时候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 就好像感觉是 哎 帅哥靓女 对不对 靓女是你们了 对吧 帅哥是你 对 哎 到处去玩啊 他这么一种感觉 我觉得再难拥有了 现在 会再有了 当然你看 你现在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啊 你就觉得重任在间 你觉得要把这个节目做好 我记得那个时候 主要想的是怎么玩好 甚至你像老板和院长 就是怎么吃好 是吧 好像那是一个主要的目的 还跟着我们去吃 到哪去吃 哎 我觉得那个 还是那样活着 没有压力 我记得 我当时咱们刚到香港做节目的时候 香港人根本不看凤凰 因为他们普通话也听不懂 对 然后记得有一次我打车 然后一个香港司机 特别早 他说哎 你是那个凤凰卫视的 我特别吃惊 我说 我说你懂那个普通话吗 他说一点点 我说那你为什么看凤凰的节目呢 我说一般香港人都不看 他说 我不是一般的香港人 我说 哎呦 我说那您是 他说我是跳弗拉文歌舞的 我是舞蹈家 那才没什么还开出租车呢 不知道 这可能是因为生活吧 对对对 哎呀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有什么观众 谁看 所以就没有压力 就比较容易快乐 所以那个时候在香港的出租车司机都这么浪漫 是吗 嗯 但是后来香港的出租车司机也变了 你知道吗 就是满口牢骚 我前一阵碰一香港出租车司机 有意思 嗯 就是你会你你你你也会感觉到香港好像在改变 你知道吗 就是嗯 比如说我这 我说去兰桂坊的一个地儿 嗯 他觉得他这个路路很熟哈 他我刚刚都都我过去开跑车的 刚刚一路 他就但是就堵在那个红堪那儿 就就就过过不去 然后就开始骂起来了 就 香港政府现在就不作为 说这这个时候都快过年了啊 应该像北京学习吗 应该像上海学习 我学习什么啊 他单双号线行 然后发了一通 政治牢骚 然后呢 蹭到了兰桂坊 最后一个小时 才找着那条街 他说路都改了 我找不着了 香港的司机 这是跟以前不一样 对路 以前香港人没有这种 就力气是没有的 嗯 是比较温和的 你看现在 所以我在北京碰到过出租司机 就是我坐着他的车 然后 我 我当时还记得就是天冷 戴着帽子 戴着墨镜 然后 我上车刚说了一句 师父去哪哪哪 他就 插一下 从那个后视镜里说 你是原来在央视的那个主持人 后来去了凤凰 嗯 然后 我说就这么一句话 他说 后来去凤凰 你去了凤凰的前两年 我还能看见你的节目 后来 他说我搬家了 我就看不着凤凰了 那这话说就有十几年 我说那您还能认出来 他说你一开口 我就认出来了 因为我当时我就觉得特感动 这是咱北京的出租司 哎呦 脸是变得认不出来 哈哈哈哈 先前三人行广告之后 就刚才就说到这个从你的胸说到隔壁的脸 哈哈哈哈 真凡人 有才能说 是 就是我就说 没有我们都不漏 真的勇士 真的勇士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就这样了 咋着吧 你说的是什么部位 不是 我就说 我就特别感谢葛辉 爱鲁玉 你知道人家葛辉 昨天在去你的节目 在华章间 就当 就讲啊 葛辉现在都是讲究到这个地步 他说啊 能不能这个枪前三人行和鲁玉以为 他最好就合成一天 他说这样呢 我就化妆一次 他说你知道我 今天我很感谢葛辉 他说我单位了你做你这个 我今天就得化一次妆 我说你不是讲究 我是一个特别不讲究的人 这点我也是 这是我不讲究的 这点我能够理解他 只要不做节目 我们肯定是不会 就不化妆的 对 我当时差点有一句话 我想夸他 但是后来没出口 幸亏没出口 因为我一下想起来 我跟他说 我说你看 这个女人的脸呢 真是 我说那个 你像故宫里的那个藏画啊 展出一次就折损一次 所以尽量少展出 我当时 我当时本来想说 我说葛辉 你的脸保护的跟古画 后来我这太不合适了 你看刚才那个 鲁玉的那个动作 就他总是比我先听出 这话中的玄机 我一般就是这样 还在哪 而高高高清晰的 是属于反射 胡特别长的人 他还处于那个 属于沉浸在某种情绪当中 我一般都有反应 不是 他 看出 他是爱怀念当年的 我曾经以为 葛辉是个很爽的 很豪气的人 不是很把这个相貌 放在心上的 你只给我那种印象 但是你看昨天 我这么一说 我说其实你现在皮肤很好 他说 哎呦 文涛 你不记得当年 我那吹痰可破的脸 对 我问他 我说文涛 二十年前 你仔细的凝视过我吗 没有 他以前看咱们的眼神 是飘忽不定的 基本上是望向你之后 其实是穿过你 望向你身后的某个地方 那不是把你当空气了吗 是这意思 我们当时就是这样 当我们空气 为什么呢 我们不是你的菜 不能这么说 是这样说 那怎么说呢 我觉得当时 咱们那个感觉就是 哎呀 就是你站在我面前 但是我却不能说爱你 那样的一种感觉 得了吧 觉得咫尺天涯 你得了吧 文涛 你记得那个时候 经常我们晚上就说 哎文涛 走走走 咱们一块吃饭去 然后你就推三推四 就剪着各种借口 后来我们就说 文涛这个重色轻有的家伙 但是我们两个 突然间就觉得 很受伤的说 我们也是色呀 对对对 他最过分的一次 是我们都坐下 都点完菜 本来他应该是 和我们要吃了 对 然后你突然 有一个电话 好像是广州或深圳 某小女孩来电话 然后你就走了 真的吗 真的 这我不能吧 绝对是 真的 那你怎么知道 是女朋友来的电话呢 因为你什么都 不避讳我们俩 你什么都说 这你最可恶的一点 就你什么都说 而且你在那个 比如说过后 抛弃人家 或者被人抛弃以后 你还会找我们 对吧 我们这儿装了很多 我们还会敲开怀抱 让你投入母亲的怀抱 我当时怎么没下手呢 明摆着 这个明天再说 这个明天再说 这事情很有意思 也说明你当时的审美 是很有问题的 胡说 你一直以来 对女人的审美 是很有问题的 没错 他给我介绍过 那个是他 他给我介绍的那个 哎呀 就别说了 他非要让我 跟一个女孩吃饭 知道吗 然后跟我说 是个美女 不是 是有一个女孩 特别喜欢文涛 跟我说了好多遍